许多人都知道德云社有9个演出队伍 每个队伍的人员是固定的 轮流在德云社的几个剧场演出 这套制度在德云社实行了十几年了 一直都是雷打不动的 谁也没想到8月27号 在德云社公布的下周节目单上 这项规则竟然被打破了 在德云社下周的节目单上 德云社的演出队伍被全部打乱重排 看的粉丝都傻了眼 从下个周开始 德云社的六个小剧场恢复演出 都是北京和天津的剧场 从公布的节目单上可以看到 德云社各个队伍的演员全部被打乱 分别编入了各个队伍 比如在三庆园剧场 五队就从八队借了几个演员 天津德云社更是直接从一队 三队四队五队九队当中 挑选演员组合起来演出 之所以这么安排 并不是郭德纲老师心血来潮 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德云社在外地的剧场 还是暂停演出的状态 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剧场演出 为了能让所有的演员都有钱赚 所以就把节目单做出了这么大的改革 郭德纲老师就是想让所有的演员 都有机会演出 都有机会赚钱 做到一碗水端平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现在受到特殊情况的影响 你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 是非常麻烦的 需要各种证明 所以大部分演员都留在北京演出 能够最大程度上方便演员上班 说到底 德云社如今是大刀阔斧改革 只为能够熬过这一段行业寒冬 毕竟演出市场不景气 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对于德云社的粉丝来说 这无疑是件好事 因为以前你在一个剧场只能看一个队伍 现在在同一个剧场 你能看到好几个队伍 那肯定是加倍的快乐 这是德云社的一次改革尝试 如果市场反馈的效果好 说不定以后就会按照这个模式来了 德云社这么长时间没演出 又把节目单进行了这么大的改革 粉丝们除了高兴 还难免会担心 这个票恐怕要更难抢了呀